繼續來到運動Add My 有我Jeanie、林靜莉 有我倫子瑜、Jacky 我是許晨、Clarence Jacky、Clarence 今天真的沒有你們的事 因為現在來到Ghost Power的年代 女生,你們是… 香港鞋肥球女子隊 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我叫Nicole 我是訓練隊成員 為何一開始會玩鞋肥球呢 因為我覺得這隻球很刺激 而且因為它是海綿造 其實很軟 所以打下來也不會很重 比起平時的球類 這隻球已經算很好玩、很刺激 但我作為女生 我都會想玩些優雅、跳舞、圓 你會不會覺得是相對危險 有男生一點嗎 因為我個人來說 我不太喜歡很正態、很安靜的活動 我就是喜歡很刺激 因為有些東西在我鞋肥球 然後自己要動的活動 例如你跟男生 因為他們一定比你大力 他們打你的時候,你會否害怕呢 一定會害怕 因為男生的球 即是他的肌肉 無論是肌肉還是什麼 他都比你大力 都是比你多 所以打下來的球都挺痛 但因為他們的球真的很快 所以其實是比… 更加刺激 但你覺得你女生跟男生去打的話 我們對他們會否有什麼優勝之處 因為男生其實他們打球的時候 其實是習慣了快球 其實女生在對男生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女生的球沒那麼快 所以有時候他們的球可能 飄過去的時候 男生一避開的時候 其實那顆球才剛好到他們那裡 所以其實原來現在才到 所以都容易打死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逃得太快 對…男生逃得太快 不是女生的球的問題 Hello,我是Dorothy 我是香港鮮秘球的港隊成員 喜歡這個運動 是因為覺得這個運動 不需要個人能力很高 然後令到我的參與度都可以很高 我不用經常在隊裡做一個透明人 但你玩的時候有時候要對男生 他們都很大力 你怕不怕呢 其實都是會怕的 不過怕的前提下 如果還能贏到男生 就成功地會比女生更大 很有女強人的感覺 女生普遍會有耐性過男生 因為男生很多時候覺得 會有一個立場就是 男生一定會贏到女生 他們就會很快 很想去拿到這一分 所以他們就會很心急 但女生的話 其實是 守到一、兩球 再等男生很心急的時候 又破綻 就會用她耐性去贏到 有沒有試過有一次 真的贏到男生的一個很深刻的經歷 剛剛過了那個11月的亞錦賽 有試過打台灣的時候 就是我對面的一個男生 當時打了兩分多鐘 就是一打一的局面 然後最後就是 我們男生因為太心急 然後就是他開始有些 扯爆了自己 然後就… 最後就是我打中他才 所以說男生不要小看女生 我們女生也很強 在我們混合組的賽事來說 通常都是一個三男三女的配置 現在你會見到我們場上 有兩位紅色衣服的女子球員 和一位藍色衣服的男子球員 說到男子球員 他們可以在哪裡進行投擇呢 如果在混合組的賽事來說 他們只能夠用中線 這條位置 去進行一個進攻 如果他們在進攻的時候 不小心踩線 或者跨越了一條線的話 他們將會出局了 而我們女孩子 他們的進攻其實在混合組來說 有時是來得更加有威脅的 因為他們可以選擇越過中線 走到啟動線的位置 去進行一個投擇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他們的進攻效果 好,各位準備 1、2、3 看看剛才那位女孩子的練習情況 其實就是在模擬我們比賽的時候 面對著對手一球又接一球的攻勢 究竟我們怎樣去防守 他首先是避了一球 再避另一球 然後甚至去做一個接球 令到對方出局 然後令到我們一位的球員去翻山 可能大家都看到我 身材可能比較高大 某程度上 其實我未必可能做到 那位女子球員的一些動作 因為你看到 其實他在一些上跳、下蹲 左閃右臂的動作裡面 他其實不斷很靈活地去移動 令到對手是非常難去擊中他 那相反 以我一個比較高大的身形 其實那個面積亦都多一點 某程度上亦都可能容易被人打中 另外其實女孩子 他們在柔軟度上 亦都比我們男孩子有優勢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女孩子 剛剛在避完第一球 第二球之後 其實他可以盡量收縮自己的身體 首先避免可能對手 因為一些打不中的情況 或者可能打邊了 他仍然都可以縮起不中 另外對手亦都因為 他這麼小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一定要瞄準他的驅降來打 然後那位女子球員 就非常之聰明 亦都非常之有能力地 將他們的手腳 盡量去收起來 然後只是露一個驅降出來 變相對手就一定要打中他的中間位置 所以我們的女孩子 可以變成成功的接球 令對方出局 經過今集 相信都打破了 大家對女孩子玩闪秘球的傳統觀念 所以今集Hashtag我的感受就是 不要小看我們 Hashtag女人是無敵的 Hashtag港女子第一 那我們下次再見大家 Bye Bye Hashtag